球场上选手急球 小小的身躯 帅气十足 今晚阴阳高照 但热情不减 不只小选手 卖力的挥拍 长青组选手也不遑多让 球场上每个人挥汗如雨 要把疫情用不完的体力 全都在球场上好好发挥 体育署推广网球运动 举办了社区联谊赛 首战来到金融市 吸引了120多位选手参加 其中最小5岁 最年长有82岁 网球在全国22个县市里面 联谊赛是基隆市 第一所第一个城市来扮演 所以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 这场联谊赛特别增设了 幼幼组又俗称为 迷你版的网球赛 前亚运国手陈迪 回到家乡举办了网球赛 希望让小选手彼此切磋 激发潜力 他的球拍跟球都是比较轻 适合低税组的小朋友参赛 我们也透过像网球的活动比赛 让这些小朋友没有接触网球的小朋友 让他们从中去引导他们喜欢 副市长林永发也下场比赛 体验网球乐趣 基隆的网球其实潜力很大 那从陈迪跟陈宇两个国手兄妹 然后从这边带 从青少年带 然后今天的比赛 我们基隆杯是比较长青组 那我们希望从小朋友到长青 这一个过程都有基隆 或是周边的朋友一起加入 来带动我们的网球 我们今年争取到1500万要更新 市立网球场这两面的球场 那第二个是我们现在争取到4.5亿的 市立田径场正在全新改建 改建完成之后也会新设 一个户外型的网球场 第三个在多余的基隆呢 我们也争取到6000万元 来改造市民活动中心 建设成基隆市青少年网球训练基地 希望呢这个 英诺爱台湾这个活动呢 能一直在我们基隆的各种项目的活动 能继续的加持 那我们这些球员呢 有好的地方可以做发挥 也请我们陈姨陈迪啊 来接基隆市体育会的网球员会 希望在青少年 还有社组里面结合在一起 让基隆市的网球更好 有钱网球选手陈迪 陈姨兄妹的加持 回到家乡投入网球培育工作 希望培养更多的优秀总子选手 让网球运动在基隆发光发热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道